我们去夜市可以选择什么 吃起来比较没有负担 比较健康一点 夜市是台湾之宫 我们一定要去的 那如果说像盐水鸡啦 我觉得盐水鸡是 上至现在 对 但是也是提醒它的酱料的部分 其实因为我觉得 盐水鸡本身已经很咸了 它其实真的不太需要额外 再一个酱料 我觉得这个大家可以想一下 那另外 所以就是说我们去点盐水鸡的时候 跟她说不要帮我加酱 加葱花可以吗 对 蜡椒可以吗 OK 没问题 盐水鸡不要盐 盐水鸡就是要加它的 你讲的鸡油 然后再加上香油 再加上一些它的香葱蒜 让它美味 好 那应该这样说 如果你今天的体重 比昨天多0.2 你这件事情还是不要做 如果你比昨天多0.2 OK啦 那就做一下吧 其实可以把那个烤玉米 换成白水蒸的玉米 臭豆腐炸的用成蒸的 又在那边那个蒸的 像那个麻辣臭豆腐 那个油里把它撇开 一定是比那个炸的臭豆腐带的低 老师这样讲一讲 好像在我们的减肥路上 也蛮多选择的 对啊 但是真的不要吃错 挂包我觉得也是一个 不错的选择 什么挂包 挂包 其实我挂包不是肥肉吗 老师你不要把我们做效果 现在挂包你们有没有看过 就是分好多 有什么纯瘦 半肥半瘦 有没有 要全肥 对 其实比如说像有时候 那种有些人下班 他可能就是八点才去运动 他其实这个段时间 他没有什么正餐可以吃又很饿 其实我觉得挂包是一个很好的选项 因为它有淀粉 然后那个肉你可以选瘦肉 其实你那个瘦肉跟肥肉的热量 大概瘦肉300卡 肥肉带500卡 那你为什么不选一个垫垫底 然后你等一下运动有体力 做消耗更多的热量 对 那挂包 因为相对是外食当中蔬菜量多 挂包如果可以的话 那那个润饼也可以了 对 就是花生粉的部分就是 如果你决定你今天要更严格的 做这件事情 花生粉减少以后 热量大概少100卡 那如果说你觉得你能接受 那也OK 算一算 今天的卡路里只吃了500 花生粉要减少 还有酸菜要减少 酸菜也不行 因为酸菜 你炒酸菜有炒过的人 酸菜就是要有油 要有糖 才会好吃 没有油 没有糖 你的酸菜就熏掉 所以你这样想 那我跟他吃瓜包 我就吃一个馒头跟一块肉肉 馒头就很好吃 对 方菜才好吃 你们两位甜甜跟Ruby 可不可以加点油 我一直很加 物言就是胜到底了 但是他如果最后胜 也只因为达到一体而已 对 这么好教 你们还有机会翻盘 最后一题 好 这一题就简单一点 水果类大家总知道了吧 因为大家都觉得 吃水果很健康 减肥 也要胜选水果 但我们今天就要告诉你 一个和培根齐名的水果 好 甜甜说是荔枝 对 因为其实这是非常非常有 可考的 你看杨贵妃喜欢吃荔枝 所以杨贵妃就比较风味 对 然后再来其实荔枝 你不要小看它 它会涮嘴 你会一直一直吃下去 所以它外面 真的荔枝没办法说吃五颗 然后我就傻去了 真的没办法 我亲眼目睹过就是跟朋友 一起吃荔枝吃吃吃吃 然后就老皮胃 我也有 乱乱乱不是老皮胃 我也有 都太上火了 而且只完血之后还想再吃 对啊 这就就着了膜 都填不下来啊 对 所以荔枝感觉很可怕 我还蛮挣扎的 是 伸朗 伸朗 很好 错了 所以你后来 你本来还要写一个葡萄 或葡萄 因为我很挣扎 是因為我從以前到現在 我就是一直聽到說 減肥就是不要吃香蕉 因為它本身熱量真的很高 還有我也聽過就是什麼葡萄 就是晚上幾點不能吃 因為它本身熱量 太甜 糖分太甜 甚至像譬如說 那個沙拉裡面 有時候會加一些那種葡萄乾 就是很大的殺手 所以我覺得 應該是有可能是這兩個 請選擇 你要選一個 對 一定要選 香蕉好了 因為它比較大 香蕉 比較大的 你就是吃芭蕉嗎 分量本身就是比較大 所以一定是熱量比較大 霧岩寫的一樣 都是香蕉 有 我也是香蕉 因為我覺得很多人都說健身 就是你如果一天每吃什麼 就可以吃香蕉 所以說你吃一個香蕉 你可以去健身那麼久 花那麼多的熱量 代表說這個熱量一定很高 對 不然怎麼會供應它身體精能呢 好 現在有兩個人答案是一樣的 好 來看看有沒有人得分 我們來揭曉 水谷界跟培根一樣有的 一 二 三 蘿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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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熱量很低吧 它熱量沒有低 它熱量很高 那為什麼減肥大家都說吃酪梨沙拉 然後酪梨牛奶 酪梨什麼 對啊 我也是這樣聽 那是因為你只能單純酪梨 其他東西不行 沒錯 你有聽過 你有聽過酪梨酪梨 你講一次的 你好像你答對了 對 對啊 我本來是想給她的 楊貴飛舞蹈 就是酪梨其實我們在營養學當中 因為它的油脂含量幾乎佔了80% 所以我們把它分成為油脂這樣子 那因為它這幾年非常的夯 就是很多人做減重啊 或者所謂的低醣飲食啊 生酪飲食都會用到它 所以因為它其實就稱為奶油果 那它的這個就是吃起來就是 你會覺得入口即化 那個化就是脂肪這樣子 那但是它的脂肪是好的脂肪 所以它吃這個酪梨 它的維他命E高 然後脂肪是好的 所以它對我們的皮膚的完整性 是非常有幫助的 那只是就像剛才有說到 比如說酪梨牛奶 那我就要提醒大家 因為其實酪梨單純加牛奶 很健康 但往往你知道 比如說外面賣酪梨牛奶 它一定要加糖 加很多次 因為酪梨沒有味道 你知道嗎 它本身味道不重 要加糖才會有味道 然後如果它再來一個酪梨牛奶 加布丁 你知道那個熱量值什麼 好喝 所以它吃了半天都沒有瘦 所以應該就像剛才你說的 就是酪梨原型吃 絕對沒有問題 這麼大一顆的酪梨的話 它其實熱量只有 大概280克 我今天不用換筆 因為每次這樣飯好可憐 污名化 我們就用大家下午茶最常喝的 就是500cc的飲料 紅茶 綠茶 好 那現代人很少喝全糖 我們就說就是八分糖 你喝一杯500cc的飲料 就是跟它一樣的熱量 而是你吃酪梨 因為它有纖維又要聚焦 對 所以相對它的飽足感 會比你無形之中 喝一杯的熱量的飲料 會來的就是對減肥更有幫助 對 所以重點是怎麼吃它才是重點 所以酪梨其實也可以當減肥的好朋友 對不對 可以 其實要正確的吃法 而且它還有很好的抗化點的效果 那香蕉呢 其實香蕉在減肥路上也常常不是大家都說 香蕉很棒嗎 對 就是香蕉我記得我一次看到有一個人就講說 營養師說香蕉只能吃半根 然後另外就有一個人 社團就有人揮花 那另外半根怎麼辦 對啊 真的 好浪費喔 沒關係 我跟大家分享 其實香蕉你就吃吧 就吃一根絕對沒有問題 大家那個吃喜餅不是會有那個餅乾嗎 對不對 大概你吃那一根香蕉 就幾乎就是一片半的餅乾 可是你的餅乾是很快就沒有感覺 就沒感覺 而且餅乾一吃我就要吃個七八遍 對 你不太可能只是一片餅乾 但每一格都要吃 對 然後如果說你用牛炸糖 我們來這樣比喻喔 就是因為有些人會喜歡吃點這種甜的東西 對 大概兩顆牛炸糖或一顆就會等於是一個香蕉 可是因為香蕉的升糖指數相對跟這些糖類比起來 它的升糖指數低慢 所以它在讓你血糖上升 然後胰島素出來作用 胰島素主要的目的是幹嘛 就是要把這些血糖就是趕快收集起來 可是它太多了 多到它來不及就變成脂肪醇起來了 對 因為這樣講起來好像是就是如果是突然餓 然後想要補充一點熱量的時候 其實吃香蕉是滿好的 非常的棒 而且它又耐飽 對 好 所以我們今天五題下來 只有一分 謝謝沐妍 好厲害喔 真的 他不是好厲害 是其他人有點弱 我們要正面一點 那我們今天也要讓大家 我們沐妍得分了 你說什麼 無法拒絕的好料理 沒錯 因為秋香老師 因為我們剛好說到 這個酪梨其實也是非常好的食材 我們就要經由秋香老師的巧手 讓我們把這個酪梨看看還有什麼 讓你流口水的吃法 麻煩秋香老師 好 秋香老師 準備好了一桌子的這個材料 今天我們要做一個酪梨的食蔬 的一個魚排 那我挑的是這個好的乳頤 那這個乳頤它脂肪比較低 但是它的脂肪也是好的脂肪 但是蛋白質很優 像這個呢 這一種的綠色的 買回家你一定會要晃 那大概變淺咖啡色的時候 才可以吃 軟的時候它就可以吃了 那房間有在說就是說 這個酪梨籽它其實是竹水 也可以那個 那如果說你沒有竹水的話 你就像我自己就把它種 老師你剛剛說竹水可以那個 那個是什麼 可以 就是它會送 它會送 可是那個有一些流 就是一些流傳就是 講說它會纖維質會跑出來 其實並沒有 但是如果你要纖維素的話 那我們有營養師在 我們可以請教一下 就是這個籽的話 我們出去煮水 因為房間現在很多人 都會用這種方式 確實是有它的效果 應該是說多喝水 對於減肥都有幫助 所以不是 它是需要幫助的 應該是我要提醒大家 就是不能生的泡水 因為其實酪梨的籽是不能生出的 對 所以它這個酪梨水 它就要比較特別 它一定要煮 如果你要喝一定要煮這樣 是 但因為它其實相對煮完以後 甲梨子會留在裡頭 所以有些人如果真的比較腫 像你譬如說你喝完拉麵有沒有 第二天你可能就會比較腫 對 那這個東西就是可以在這個時候喝這樣 今天開始 沛珍每天早上泡一杯 泡水 我帶來給大家喝 歡迎大家來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解決你所有的家務室 跟上潮流社會室 滿足你想知道的八卦室 還有時尚這檔室 趕快按下訂閱頻道 加上小鈴鐺 俗女家務室 趕快來訂閱 找到尋久的家務 三支堡 結束 幾月 三支堡 燥